主要會形成橘皮的原因在於我們外面的皮膚變得比較鬆弛 加上下面的脂肪顆粒如果變得比較大顆 那變得突出來的時候 那加上就是說我們跟脂肪跟脂肪中間 我們會有一些垂直的叫做纖維素的東西 把我們的皮膚往下拉扯 所以就會發現說有脂肪比較多的地方脂肪突出來 那纖維素被拉扯的地方它會比較凹陷下去 所以會外面看到說皮膚表面凹凸不平 有點像橘子的這個表皮 我們就叫做橘皮組織 脂肪堆積太多的時候容易會有橘皮組織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皮膚的老化程度到一個時間的時候 因為我們皮膚變得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它也比較沒有辦法把我們的脂肪往內凹陷的時候 它就會很容易有些凸出來有些凹下去 就會造成我們的橘皮組織 那加上就是說有些病人的話 它可能因為慘厚或者是大量的一個減重 那皮膚已經完全失去的一個彈性 也會造成我們的橘皮組織 那因為我們也會發現說 橘皮組織其實跟荷爾蒙也有關係 所以在女生的部分 因為女生的荷爾蒙會比較多 那加上就是說女性的荷爾蒙的影響 我們剛剛提到的纖維素的走向是比較垂直的 那男生的它會是比較斜的 也有網狀的一個構造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個 男生比較不會有橘皮組織 通常橘皮組織比較常見於女生的一個部分 如果只是輕微的橘皮組織 我們加強我們的一個飲食控制 然後運動 讓我們的皮膚變得比較緊實 這個都會有一點點幫忙 但是等到我們程度如果比較嚴重的時候 如果要效果比較好的一個技術 現在大概就是用所謂的一個抽脂 那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一個方法是 用所謂的一個超音波微塑的一個抽脂 因為微塑抽脂它除了可以把脂肪努密化 再把它抽出來以外 它比較不會破壞到我們裡面的結地組織 還有纖維素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它可以把多餘的凹凸的一個脂肪把它抽掉 它又可以保持我們裡面的一個纖維素的一個完整 甚至只針對部分比較突出來的一個纖維素 去把它稍微單獨的做一個破壞 所以做完以後它可以讓我們的橘皮 或者明顯的一個改善 但是目前來說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到百分之百沒有 所以目前來說 大概我們都會跟我們的病人戒指說 GP組織我們用微塑車子 搭配手術完其他的一個LPG的按摩治療 可以讓GP組織獲得比較好的一個改善 但目前來說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讓它 GP組織百分之百完全的一個消失 GP組織 поalts evolve GP組織